Hello,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今天来说一下中国大陆客户怎么样安全快捷的购买比特币 本期视频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快进,一定要认真的去看 别的视频只会教给你如何买币卖币 但是呢,不会教给你如何避免遇到黑钱,如何防止冻结银行卡,如何筛选可靠的商家 本期视频呢,会通通的全部的交给你 今天视频第一步,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OKX的账号 什么是OEOKX呢,我们现在的国内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选择OEOKX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然后币安,火币不接受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非常的合适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您需要,可以通过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 最重要的,如果您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减免20%的手续费,非常的划算 我们把邀请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打开一下 它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提示,因为您这边可能用的代理或者是一些梯子的原因 我们直接选择一下关闭就可以了,然后注册就很简单了 邮箱,手机号,这些都是可以来注册的 我们随便的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注册成功之后,我们登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如果注册成功了,OK,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呢,我们来说一下 如果您在电脑上面去操作 它这些东西其实非常的多 什么理财乱七八糟的,对我们新人十分不友好 所以呢,一定要在电脑上面去 所以一定要在手机上面去操作 手机的话分为安卓还有苹果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安卓非常简单 打开邀请链接之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弹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直接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当我们用微信QQ直接扫码的时候 可能会被恶意拦截被举报 或者是呢,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支付宝 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或者是不想用支付宝 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我们的浏览器呢,这边也是有扫一扫的功能的 直接去扫码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来说一下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是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一个海外的ID 什么是海外的ID呢 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 是海外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中国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我们可以去拼多多或者是淘宝里面购买一下 比如说我打开拼多多 然后搜索一下香港ID 然后我们随便的找一个 然后再像这边 这一个就是了 苹果 然后包更新 如果您不确定是不是 然后在这边您可以问一下这个客服 问一下他是不是 搜索的关键词 我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像香港ID 台湾ID 然后iOS外符号 然后这些关键词 你也可以呢去淘宝搜索一下 比如说淘宝搜索不到 然后这个您又换台湾 台湾也搜索不到 您又换的这个iOS外符号 像这些随便的找一下就可以了 不确定是不是问商家就行了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哟 去谷歌 然后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或者是呢 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然后出来了非常多的连接 我们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 当我们购买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登录一下 我们的美区的ID 在哪里登录呢 就是在这边 有一个APP store 就是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在这边 点击一下 拉到最下边 因为现在我们登录的是我们 自己的ID 我们需要退出一下 在这边退出一下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买的那一个美区的ID 登录上来就可以了 当登录完成之后 就是我这一个样子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 OKX 这边出来了 第一个是广告 我们就不要去了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第二个这边写的OKX 然后图标是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写的OKX 我们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这边已经是下载过了 完全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 是交易所的安全设置 因为在虚拟货币里面的话 安全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在这边会重点的给大家讲一下 我这边安卓手机也已经下载完成了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在交易所里面注册的账号 点击这边的左上角的头像 然后呢 在这边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点击本地货币 然后我这边按照自己的习惯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这个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 我个人建议大家只需要开启手机 然后邮箱 还有登录密码 这几个就可以了 然后像其他的这些指纹手势 然后这些东西就随便大家了 大家开不开都可以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 这边一定要人要认证 不认证的话不能去交易 我们先认证一再认证二 认证完二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一个三 我们建议大家认证到这个三就可以了 基本的认证全部搞定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还需要绑定一个银行卡 因为我们买币的时候需要付款 我们赚钱了 卖币的时候需要收款 在哪里绑定呢 点击这边的CRC买币 我们来稍等一下 点击这边的CRC买币 然后这边有一个更多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支付方式 然后支付方式完成之后 点击添加收款账号 因为我这边没有实名认证 所以我这边不能先去添加收款账号 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更多 点击支付方式 我这边没有实名 然后这边会出来付款方式 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银行卡就可以了 因为微信支付宝的话容易被分控 银行卡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一下收款账号 添加一下账号就行了 当我们安全设置 还有收款账号全部添加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了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USDT怎么买呢 USDT它的英文是USDT 英文呢 中文呢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 其实和USDT是挂钩的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就是一USDT 一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是泰达币 比如我们想去购买以太坊 狗狗币这些东西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欧元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然后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有人民币 我想直接买比特币 或者是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欧元 直接买比特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先去拿点人民币 先去或者是美元 先去买这个泰达币 然后才能买这个比特币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 这个USDT如何充值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购买USDT 点击这边的CRC 买币 一定不要选择快捷 点击CRC 点击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币种 我们一定要切换成人民币 如果你这边切换成别的 可能就找不到商家了 这个是别的国家的这个商家 然后呢 我们这边选择人民币 我们现在是购买 选择一下购买 然后呢 这边 他们这边写的是10块钱起 那我们 比如说我们想买 个是百千万 我们想买1万块钱的 然后呢 点击这边的筛选 支付方式 我们这边选择银行卡就可以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 比较不容易分控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分控 点击完成 然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来筛选可靠的商家了 看哪里呢 就是看它的成交量 还有完成率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成交量多 完成率高的 比如说这个 然后它这边是5月份的 我们就不找它了 我们一定要找那种注册时间 一定要是一年以上的 然后这边有个日后币活 好 我们就找它了 然后这边 V3 注册时间 两年多了 服务人数2000多人 2万多单 完成率99 然后点击向它购买 然后在这边输入 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以截图的形式 给大家演示一下 输入1万 然后点击购买USDT 然后呢 它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该笔订单交易成功后 7天内无法提币 或者是售出 交易及其他金融服务不受影响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我这边买了币 这个USDT之后 你可以正常的买 也可以正常的买卖 比特币 以太坊 狗狗币 这些虚拟货币 但是如果你在我这边买了USDT之后 你马上把这个USDT给转移到别的地方 别的交易所 这样的话是不可以的 相信大家都是来买比特币的 所以正常的交易不会受影响 我们点击一下 继续交易 然后它这边会生成订单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 为了确保我们资金合法 我们点击下一步去验证 它这边可能让我们提供一下近几天的银行流水截图 或者是呢 近24小时的流水明细 为了是什么呢 为了防防防止一些呃 贷买赌博洗钱诈骗或者是返利的一些违法行为 然后呢 我们大家请不要担心 呃 它这样做的意义呢 会让我们账户的风险的资金概率就小很多 交易的风险低 不容易发生动卡 卖家呢 更愿意和我们的交易 并且呢 没有任何的风险 请大家放心 所以呢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银行 找到我们的明细流水截图之类的 像我这边 呃 我近期呃 这些比如说买烟买酒买水果逛超市点外卖 我这些流水给他看一下就可以了 看完之后呢 他就知道我是正常的客户了 为什么能知道呢 因为我这种流水都是很正常的流水 不像他们那种洗钱诈骗都是一万两万三万五万这种大金额的 然后呢 看完之后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卡号还有他的姓名发给我们 呃 这个是姓名 这个是他的卡号 然后我们再给他转钱就可以了 转完钱之后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千万不要还没转钱呢 就给人家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了 呃 大约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嗯 这个卖家可能就会把他的币转到您的账户里面 我这边已经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资产 哎 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我们来说一下这两个账户有什么区别 这个资金账户呢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了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像我这边 我点击资金账户里面有钱 但是呢 在交易账户里面是没有钱的 钱现在是在我的交易账户里面 是在我的资金账户里面 只是说明我的账户有了USDT 然后呢 这个交易账户呢 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可以用来交易 然后呢 我们如果想去买币的话 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交易账户里面 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如何放呢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币种呢 选择USDT 从资金到交易 点击全部 点击确定 OK 滑转过来了 现在我们的钱 是不是在交易账户 资金账户里面 没有钱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在哪里买呢 点击这边的交易 第一次来的朋友 可能看不懂 看不懂 没有关系 我们来说一下 这边是你要买的币的种类 比如说你想买比特币 这边直接输入BTC就可以了 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不清楚 我为什么不能输入汉字呢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当我们要买币的时候呢 这里只能输入它的代码 不能输入汉字 然后呢 比如说比特币 我在这边就给大家说一个网站 然后呢 这个网站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网站 而且呢 它是免费的 比如说我们想买比特币 我们必须输入BTC才可以呢 然后呢 还有它的价格在这边都会有 我们想买以太坊呢 我们就在这边可以选择一下ETH 要买狗狗币呢 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在哪里 选择这个DOGE 输入这个DOGE 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购买狗狗币 点击这边 输入DOGE 然后呢 选择BB交易 然后这边会有DOGE 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就会变成狗狗币的价格了 这边是狗狗币 然后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有一个0.06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当前 这个狗狗币的这个价格 如果我改成别的呢 比如说我改成比特币 然后选择BB 看见没有 这边就会变成比特币的这个价格了 然后呢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改一下 点击这边 限价委托 一定一定要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呢 我们能看到这边 我的可用余额是100个USDT 可以买0.04个比特币 然后呢 我们这边给它拉满 然后呢 再点击买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卖以太坊 输入ETH 选择BB交易 哎 以太坊 这边就行了 可以买多少个以太坊呢 可以买0.9个以太坊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1100 比如说在以太坊 1100的时候 买了一个以太坊 然后过两天 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呢 选择市价委托 再给它拉满 再点击卖出就行了 然后比如说现在是1100买的 我们 卖了一个ETH 比如说是我们1200 我们卖了一个ETH 是不是我们这边1100买1200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100个USDT呢 然后这边可能会有小伙伴说了 我这边盈利了100个USDT 我想换成人民币 如何换呢 点击这边的资产 然后点击钱 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然后呢 我们原来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到交易 现在我们盈利了 挣钱了 想换成人民币 我们要从交易放到资金里面 卖掉USDT 换成人民币 然后点击这边的资金划转 选择USDT 从交易到资金 点击全部 点击确定 OK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回到首页 选择CRC买币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最低的话100块钱可以出售 然后我们这边选择一下 银行卡吧 然后和刚才一样 然后找到一个可靠的商家 找这种单数多 成交率高 我们看一下他 18年了 像这种人也是可以的 V318年 然后总人数总单数都挺多的 然后呢出售点击 然后我这边想全部卖 点击全部就行了 然后呢这边我卖掉100个USDT 可以得到668人民币 然后呢我点击这边的出售就可以了 卖家那边就会生成一个订单 他生成订单之后呢 就会往我们的银行卡里面打过来668人民币 当我们收到了668人民币之后 我们后台会有一个 确认收获或者是收款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这100个USDT就会给卖家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最重要的就是找这些可靠的商家 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1100买1200卖 盈利了之后换成了一个人民币的全过程呢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我是草币大师 记得帮我点赞 感谢大家的观看